那个号我骂死你 我从年初骂到年根底下 对吧我就一个号不方便 我多整几个号这行 对吧你说你一整就换个名 换个号真的 你让我梦圈呢 我真梦圈 你不光在我直播间 也也梦圈 你就在别人直播间也也梦圈 因为心心 哎呀讲话的 我有一个好大哥是吧 大哥怎么不咋来了 你其实大哥来了 但是大哥换号了 那咱不知道啊 咱万一要怠慢了你 是吧冷落人家了你 对不对 所以说这玩意真的 尽可量就别那啥 别换那个别换号 真的 心连心哥说的 我只有一个号 一个号能玩名位就不错了 你看啊 为什么有外卖上 有很多的那些神豪大哥们 人家都是国王 或者是叫什么什么什么名字 对不对 叫什么什么名字 哎 人家为啥都刷这个几千万了 依然还用这个号 知道吗 为什么人家不开小号了 因为这个这个排面都是 搁钱堆出来的 排面就是搁钱堆出来的 就是网络就这么现实 网络就这么残忍 对吧 你有这个名了 或者是你有这个堆出来之后了 就哪怕你进直播间 对吧 你不消费 那主播都送你二里地 都得 对吧 直播间所有人都得可搏着 就是立老远拿广播喇叭 欢迎哪个大哥光临咱们直播间 他就是这样的 就没必要整那老些号 多余 真多余 我本身 我本人建议 就是我是建议 我是建议大家 但是你们自己还是随你们 对不对 你们还是想咋玩 你就咋玩 真事 还是自己想咋玩咋玩 此够活还有什么 你 做人一定要长一口气 自己的 欢迎大汉哥 你 我在你手里 你行行啥呀 你行行啥 网络不就这样吗 对吧 你就是 你就直播间 来咱俩说啊 就是我现在直播间 有很多的人在看我 我不能估算大概能有多少人 但是直播间人挺多的 或者是咱们直播间 就有打字的 对不对 有打字的 有打字的人也有谍挺多的 对吧 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主播会跟你聊两句 对不对 为什么有的主播会跟这些黄马 会跟这些送礼物的哥哥们聊两句呢 知道吧 因为他送礼物了 咱做到做到一个就是礼貌性 咱都得跟大哥说句话 咱都得跟人捞会儿嗑 咱不能已经送完礼物了 像邓子齐一样 咱也不瞅人家 也不说感谢 对不对 那样是会让人心里不舒服 我也送过礼物 但是我没在歪歪上 就是我在其他平台 我送过礼物 他连吊都没吊我 我也挺来气的 我那玩意儿送的还不便宜 是吧 虚子说千吧的 虚子说几百块钱的 他连吊都没吊我 那我下次就不想给他送礼物了 是吧 这玩意儿你就得跟人家简单的说一会儿 沟通一会儿 咱别觉得说 得已经大哥送你点礼物了 给你这个叫啥玩意儿 冷落人家了 知道吗 到啥时候也不能说得 我自己是个腕儿啊 我自己是一个 多么多么 怎么怎么样的 怎么怎么样的 跟这些都不挨着 就是你再大的腕儿 没有人捧你 你也是一根小草 对吧 家人吗 所以咱家有公平打字的 兴许说他们背后都或者是一个企业的一个什么这个叫这个企业的一个叫中间不是经理呀或者是说这个或者是一个企业的这个公司的这个上乘的老板啊对吧 他还兴许说有自己做生意的呀是吧就直播间啥样的都有只是说人家没消费没消费的情况下对吧在我们网络上来看那就是粉丝 那就是粉丝 对吧 但是他一旦他要消费的话 他有能力这个消费的话 那他说不上消费多钱了 对吧 几百也是他 几千也是他 几万也是他 几十万也是他 对不对 没毛病说的对 对啊 你就得是那种的 你知道吗 主播又认真了 别说话了啊老何啊 咱这么说啊 咱就举 咱就举个例子 咱就说粉丝啊 你就说老何 对吧 老何要不进直播间嘟嘟囔囔 磨磨叽叽的 谁知道他是个酒萌的 你说 对不对 你这玩意不很明显吗 哎他可那个喊嘟嘟囔囔 嘟囔囔囔的 像就是像来神了是的 你说 所以啊 所以说 哎有的时候 就是在消费这一块 能辨辨辨认出说的 哎呀人家是有能力啊 或者是这个有钱啊 怎么怎么样的 对吧 啊给谁踢了 老踢啥呀 不能老踢 何气生财 知道吗 老踢啥呀 打吗 玩 不能老踢 你知道吗 谁都不能老踢 你知道吗 黑粉进直播间了 他也是个粉 他不也是人吗 对不对 他只是好人坏人呗 对吧 做人一定要长一口气 那样才不会被人瞧不起 对吧 就是黑粉也好 哎 红粉也好 他不都是人吗 对不对 都是每个人拿着手机在后边操作吗 只是说这个每个人的素质不一样 只是说每个人的能量不一样 有的人呢 就是哎 我要想说话 我就是哎 就要什么 这叫出口成片 左一片 右一片的 我绝对给你落点 那家伙 那都是上至天文 下至地理 我这一片一片的 就赶上清华北大逼业的了 是吧 有的人呢 就是说哎 我语言这个组织的不好 那我不知声 官方送我点什么话呢 我就自然点一点就完事了 对吧 还有的粉丝讲话了 我就想骂人 我进直播间就说 就是怎么怎么难听 怎么说 说完我就走 刺激 开心 得劲 对吧 为啥说这个得有警察呢 对不对 没有警察的话那社会不就乱了吗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这个社会什么样的人都有 是吧 好人坏人 变态的精神不好的 各式各样的 就得有警察去处理 对吧 你要没有警察的话 你来吧 你就废了 洗肥 欢迎桃子哥 三两三呗 我把我的梦想 买了三两三 换来了 招台上的一日三餐 偶一过时间 就一口从前 忽然想念自己曾经发光的少年 我爬上了屋顶给月亮的根眼 和你谈谈 和你谈谈我是如何熬过了这些年 曾熊慧天下 曾情商事端 也曾想要带着他万水千山 听哲人生路漫漫啊 世道多艰难 感情就要安切宽 早晚都得换 着酒三两三的不甘小流年 不惊岁月不惊天 惊我的心酸 谢谢大汗哥 我爬上了屋顶给月亮的根儿烟 和你谈谈我是如何熬过了这些年 曾熊怀天下曾情长时短 也曾想要带着他拜水千山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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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人生路漫漫啊 世道多艰难 感情就像按揭款 早晚都得还 着酒三两三的不甘小流年 不惊岁月不惊天 惊我的心酸 人生路漫漫啊 世道多艰难 感情就像按揭款 早晚都得还 着酒三两三的不甘小流年 不惊岁月不惊天 惊我的心酸 惊我的心酸 谢谢 感谢我古影歌的 郡主谢谢哥 哎呀 连个瓶也没中啊 谢谢 谢谢 感谢好的哥们 谢谢大汗哥 我昨天吃什么碗呢 昨天我吃啥了呢 今天就是有点感觉到 嗓子有点小小的不舒服 但是还好没有冷响什么东西哟 就是屁股大那有点疼 就是屁股大那有点疼 我家撑吧的 要想今天吃什么呀 今天看情况嘛 看下播时间嘛 昨天呢 昨天咱们就是 昨天想吃啥就吃啥 今天今天那么瞅这出的饭 好像都吃不上了 在我下播之前 要是能来两个好大哥 给我维持一下了 那咱讲说接着就能吃上饭 要不得画的画的画的 要不得画的画的 昨天下馆的 下馆的多简单 昨天是咋的呀 昨天是买一碗麻辣烫 扔一碗麻辣烫 昨天是喝酸奶 再也不用舔皮了 明白没 这个你懂吧 今天 今天就得把昨天扔的麻辣烫捡回来 哎呦我天然溜死我了 家人们啊 女红让好友给拉去了 准备打把团 我的这个团战今天是谁呢 今天是喜乐的一个小鸭 前面是英文 后边是那个闽南的小岸 我们几个拉个团 一起去打一把 打一把啊 加一千块钱油 多的刺地上 哎呀 得这么点 加两千块钱的 人家说对不起 你的油箱就能加五百 一千五不要了 小费 小费 不差钱 一会儿我就把那一千五要回来 哈哈哈哈 到啥时候你红的不能那样事的呀 你记着 我这个人就是啥 就是我这个人房间有多么的好 有多么的豪横 我还是我 真的 我就是我 我这个房间有多么的不好 我依然还是我 家人们 知道吗 做到了不卑不亢那伙的 我不再说我房间好了 哎呀我这家目中无人了 爱谁谁了 对不对 谁也不扯了 哎呀我这家伙也无所谓了 对不对 干就完了 不怕那事 咱不扯那套 我就这样 对吧 不像说我 就比如说我直播间就说 哎呀拉不行不行的 就是真是烟也一吸了 我也不带个这坎的 我求爷爷告奶奶的呀 求求你了 啊 给我点吧 求求你了 就咱不带干的事的 知道吗 不带干的事的 一切顺其自然 知道吗 我觉得人的财运啊 财运 它是有定数的 不能说财运是有限的 它是有定数的 就是每个人的运气都是这样的 对不对 你不可能就是说 从你生下来的时候 你就一帆风顺 一直到老 那是不可能的 都会有起起落落 大起大落的 人都是这样 直播间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风风雨雨都是的 你像好多年前的企业家 好多年前的大老板 现在有的都就是 都当不成了 兴许说都负债累累 对不对 你谁知道谁咋回事啊 对吧 你谁知道谁咋回事啊 飞机起飞了那一刹那 我们不用飞的多高 它平稳着陆就行 知道吧 你别到时候飞艇老高 咔嚓掉下来粉身碎骨了 就是这样 你讲话了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 对吧 通过那个大环境不好 是吧 你就身边的这些 你们的朋友也好 包括这个疫情也好 对吧 你知道谁咋回事啊 对吧 谁也不能说的 哎呀 我这运气有多好 我这个 我这财运能有多好 我为人能有多好 每个人都是 谁也不能做到 就是事事如意 谁也不能做到 就是事情做的都那么圆滑 对吧 你就做的再圆滑 你也有这个漏洞的地方 欢迎我百度哥 开始团战了啊 3.20好有拉我的 所以说我的事情 就交给老天爷 一切顺其自然 就完事了 我走的是正道就OK了 来吧 开始 开始 哎呀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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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萌鸦 哈喽哈喽 小安 你们好 你们好 哈喽 最好 那边小姐好 你们好 咱俩 咱俩谁放去呢 要不你来吧 啊行 可以 我来 走个曲 不辛苦命苦 不辛苦命苦 家人们 哈哈哈 我也命苦 欢迎无客 所有主播都命苦 我们